鬼島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现在是下午四年十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島之音电台大麻烦烦节目 我是金吉律师 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 好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 2024年3月15号的傍晚六点 我呢 刚刚从大阪回来 在我在环球以前快乐的Super Mario的时候 台湾出大事咯 我大概从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五 对上个星期五出发那时候还没什么事 然后礼拜六就突然听到我同事说 有人被抓了要出动 我想说OK好 然后礼拜天又陆续开始看到我的手机 脸书讯息啊 跟LINE的讯息啊 然后IG啊 有人传讯息说 律师那个我们现在需要律师怎么样 然后公务机 好像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结果呢 事情的高峰是在星期二 我正在快乐的旅游的时候 台湾出大事了 后来一看新闻才发现 原来是高检署的一个专案 叫做0305吉落马毒专案 开始跑咯 抓 你们这些臭呼马仔 动用多少人呢 检察官 81人 司法警察总共呢 出动了1651人次 向地方法院申请了 519张搜索票 然后呢 拿到了435张搜索票 截至我们现在录音时间为止呢 总共击落了大概290余人 被捕 扣得大麻 2.6公斤 in total 在这么大一个击落方案里面 然后这个击落马毒专案呢 搞了整个基层的检察官跟法警 人养马翻 然后再讲一次 吃用跟持有 二级毒品 Avenami也好 药头丸也好 大麻也好 怎么样呢 你就是乐接或接引治疗 甚至不会有前科 那如果你曾经三年内被乐接过 你这次再被抓 OK那就是 被判刑大概两个月 一颗罚金大概6万块 我就讲 他是一个轻罪 极落马毒专案 正式开始搜查所有人的时间呢 是2024年的3月12日 星期二 基隆台北市林 新北桃园 新竹苗 立台中彰化 南投云林 嘉义台南 高雄 桥头 屏东 宜兰 花莲台东 澎湖 金门 总共全台湾21个地检 开始行动 这一次呢 谁开始的 就是高等检察署 我们的检察署有分 地方检察署 高等检察署 跟最高检察署 就跟地院 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一样 这一题如果呢 我们有那个 国中生或高中生的听众在听呢 这一题会考 好吗 全台湾的法院 跟检察署的分级 有分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 跟最高法院 检察署呢 相对的就是 地方检察署 高等检察署 跟最高检察署 要记得哦 公民会考哦 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呢 是从2017年开始呢 有个叫做 新世代反毒政策 行动纲领 就是由高等检察署呢 当作这个 行动纲领的大头目 然后统领 全台湾的地检署们 开始以人为中心的 开始查气毒品源头 啊 为什么要找大麻 原因来咯 因为呢 他们发现说 咦 自从108年开始呢 所有的毒品 现行犯都会 验药会多验 有没有食用大麻 这件事情啦 累积到2023年的9月 这些 因为持有毒品 被抓的人 去验大麻阳性的人呢 来到了 139700多人 大麻阳性的几率 是1.71% 呃呃 他有发现问题了吗 1.71% 他们验了这么多人 验了 139000多人 然后大麻阳性率 是1.71% 然后他们查获 2023年呢 查获大麻的数量是 1169.3公斤 使用大麻被抓人 是802人 所以照这个查获人数 我要算一下哦 1169出 以802 平均 一个人 被查获的人 有1.45公斤 就是1450克 有可能吗 一个呼马仔 不可能被 不可能消耗 这么多大麻吗 剩下人去哪了 诶 这些找不到的呼马仔呢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犯罪黑数 所以这一整个 行动纲领呢 他就是为了要找出 这些犯罪黑数来 所以他们这一次呢 疯狂的申请 500多张搜索票 整整开出400多张 然后四处搜查 据我所知 他们申请搜索票的原因呢 是包含 但不限于 你曾经在 购物网站上 购买过 试用大麻的器具 那当然 也有人会说 律师是不是 燕具店把我的资料卖了 诶 绝对不是 那 资料怎么出去的 大家要记得 我们在购物网站 注册的时候 他的使用者条款都有说 如果为了配合犯罪侦查 他们是可以把你的资料交出去 我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没有看 那个使用者条款 就跟你们看A片的时候 说我年半18岁 一定会 避择眼睛勾你啊 好不好 那没办法 你同意就同意了 真的不是燕具店要卖你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那律师我想知道搜索票要怎么申请 怎么要开搜索票咧 来首先呢 搜索票是由法院 只有法官可以开搜索票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以前的上古时代 检察官可以开搜索票 那就会变成说 你太容易拿搜索票 人民的隐私权很容易被侵犯 所以他后来修法之后就说 检察官要去向法院申请 核发搜索票 那他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 像这一次 他们这一批搜索票 就是限定搜索时间 大概是3月12号到3月14号 那有的可能会差个一两天 可能说15号 所以一直到15号 还有人陆续在被抓 限定的时间 限定的地点 他说比如说 这个被告的哪个住址 就只有这个住址 比如说 复兴北路40号12楼 这是我的办公室 就是这个地方 你只能搜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搜11楼 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搜13楼 没有13楼 也不可以 你只能搜这个地方 然后只能在这个限定的时间 限定的地点去搜 这个地方 而且你要限定说 你要找什么 你要找毒品 那毒品可能就比较小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翻 那如果你是说 你要找个比较大的东西 你就不能去翻人家抽屉 他也是有差别的 所以 首先如果有人来敲门 看到这个搜索票 你要先确定说 那个时间 有没有超过这个搜索票 应该可以用的时间 然后再给你看地点 说是不是这个地址 如果都是 那你才可以放他进来 会写很清楚 本来就要看啊 大家一定要清楚 而且他一定要带搜索票的 正本来 他不可以给你看手机 其实对于国家 进到一个人的家里面 去搜索你 这件事情 是有非常严格的违反的 理论上啦 所以当你被按电铃叮咚 然后说 我是警察 我现在要搜索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 要求看到搜索票本人 正本 然后你要上面确定 有没有法院的官方 官方就是那个法院 有个大章 然后有什么 他会写说什么 台北地方法院 屏东地方法院 如果你看到上面写什么 台北地方检查署 那这张就是假票 因为台北地方检查署 不可以发搜索票 这一点要注意 有人就会说 那律师要如果 我不开门 他可以怎么样 我就不开门 我死都不开门 各位注意哦 你都不开门 他可以用强制力哦 如果你拒绝的话 他可以直接破门 如果你在里面 低死不从 他可以直接破门 好 当你看到这个搜索票 已经写得很清楚啊 比如说他甚至可以写说 我要搜索这个电子产品 那我要找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要找你 贩毒的对话记录 他不能说 我要搜索这个公司 然后把我的那个 我的客户资料拿走 就是跟这件事情无关 或是拿走我的那个 公司的营业秘密 然后这个 我今天是因为毒品案件 你不可以拿走我的 比如说我的某个 正在研发中的专利啊 你这当然不能扣啊 搜索票写得很清楚 还有关于搜索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 依照刑事诉讼法 146条的规定呢 有人住的地方 或者是其他就是 会有人看守的住宅啦 就算你有搜索票 你也不可以在夜间 入内搜索扣押 理论上 不可以在晚上的时候 拿着搜索票去冲你家 另外状况是什么呢 住居人同意 你住在里面的人 同意了 说他 警察天黑之后 拿搜索票来敲门 你可以拒绝 你可以请他天亮再来 但如果你同意 你不知道说你可以拒绝 你同意了 那不好意思 他就真的可以敬你家 但理论上是不可以的 依法是不可以的 例外是说 如果你是假事期间 警察是可以拿着 搜索票晚上来找你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说不对啊 律师要上次发现了 我是晚上被冲啊 没错 他就是例外 例外叫做旅馆 小吃店 饮食店啊 就是吃饭的地方 或者是夜间公开 营业的场合 然后呢 而且是他是在 他的营业时间 比如说夜店 那夜店的营业时间 你当然可以进去 其他时间是不可以的 那或者是说呢 有赌博 妨害性自主 或妨害风化的行为 这些地方是可以 夜间搜索的 那什么叫夜间 叫做 日出前日末后 就是你打开你的 如果你是iPhone的话 你打开你的 天气的那个App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 今天什么时候 太阳下山 那像比如说 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 录音到现在已经 太阳下山 我就看不到 但是呢 一直到凌晨6点 太阳起来之前 他都不可以进来搜索 所以很多行动 很喜欢什么 扶小初级 有没有 就是在太阳刚升起的那一刻 他就冲进你家 开门警察搜索票 天亮了 我可以搜你了 就是这样 大家要知道 学会了吗 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 支持大麻不凡 每集听一百遍 把节目推荐给身边一百个人 或者是到大麻烦不凡 这次募资计划支持我们 你大便的时候也可以听 重讯的时候也可以听啦 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 好不好 我觉得重讯握推的时候 听有点危险 因为可能会叉气 除此之外 请在安全的情况下 你就放着让他跑 让我的声音变成 你的背景白噪音 OK 感谢大家 这件事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呢 就是以后 搜索票会越来越好拿 之前其实很难单凭你 你曾经购买过烟具 就拿到搜索票 这件事情 因为烟具其实 它有很多的用途 它不一定是抽大麻 它可能是供很多的 比如说抽花槽烟 有人喜欢用水烟壶 或干嘛 或抽一般有尼古丁的烟 这次案件 应该会有蛮多 单纯只买烟具 而被查获 身上有大麻的人 以后这个数据 就会被拿去 申请搜索票的时候 就说 你看我们在这个 0305 麻毒极落专案的时候 我们这么多的人 因为购买了这个东西 因为购买了这个烟具 而被我们查获 或有失用大麻的情况 所以它会比较好 申请搜索票 然后很多人 就会开始怀疑说 诶 律师 为什么他们要选 在这个时间 做这件事情 有两点 第一点 我猜啦 我猜 我猜 我推测 我不负责任的说 是因为 420要到了 那420呢 每一年 绿色浪潮 都会办 所谓的大麻游行 那可能呢 就是我们的高检署 大家也知道 从 去年年中开始 就一直不断的 在发表一些 反大麻言论 那甚至会发新闻稿 说 诶 如果你发文 说什么 录到什么 关于大麻的内容啊 那你可能会 什么恐射犯 引诱他人 试用毒品啊 这我们之前的 奇迹的节目里面 都有讲过 这一次 压在这么短的时间 去做这个 3月12到3月15 3月14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密集 高强度的去搜索 全台湾大搜索 大麻的试用者有 很大的可能是 第一个 我刚刚讲的 420要到了 给你一个震撼蛋 第二件事情是呢 他如果脱太久 大家该灭阵的 就灭阵 该跑的就跑了嘛 该把证据摧毁了 就摧毁了 所以 一梦有很多 但也是希望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不要在台湾找大麻 很危险啦 好不好 江湖谣言 台北有律师 因为抽大麻被抓 嘿啊 这个不是我 我要再次曾经 真的不是我 是我 怕我就不会坐在这里 每天在那边发文 知道没有 人家才刚回国 不要这样 吓死了 真的太可怕了 那 我觉得 高检署呢 这波行动 有一个目标 是要让 呼麻宅门 人心惶惶 再也不敢抽大麻 再也不敢上街主张 大麻合法 或大麻除罪 我觉得 抽大麻跟主张 除罪是两回事啦 啊你要主张 可以继续主张 但 真的 还是那句老话 你要在台湾 做这些倡议行动 前提是 你要是自由自身 这句话也是 正在 复兴中的 一些倡议者 他们想跟大家说的话 对哦 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那个 大麻反不反一到八集呢 有听众朋友反应说 怎么现在不见了 不要担心 我们不是被冲了 好不好 本节目安好 那是因为我们 那个 正在server转换 真的很想复习的朋友呢 可以去YouTube频道上面 搜寻大麻反不反 你可以听前面几集的内容哦 哦对 本集节目上了之后 可能剩下的就是 第十集以后 因为它的上限 原本的现在的server的上限是一百集 我们不小心测试到 我们原本使用的平台期限 怎么样可以让 归道之音 可以尽速的转换这个平台呢 欢迎参加我们的 哲哲慕之斗内 让我们有 有更多的钱处理这件事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好了 本集节目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平安 大家掰不 大麻反不反 由李津奇律师主持 围岛基因 Emily Y. Wu监制 Tim制作 Wayne剪接婚姻 在Future War录音 大麻所有神奇疗效 过度使用 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